若他不死的话,李渊就没资格称帝 百姓给他修庙纪念,名字家喻户晓 读历史,您是李,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隋朝末年,隋阳帝的残酷统治激发了百姓激烈的反抗 英雄豪杰们纷纷举起了反随旗帜 各地都爆发了起义斗争 公元618年,宇文化极帅部发动兵变 隋阳帝杨广被杀 其后被拥立的杨浩和杨幼街是空壳皇帝,不值一提 隋朝的统治基本上到此为止了 从公元611年王博率领部下叛变开始 一直到公元623年李氏唐朝统一全国为止 这期间天下群雄并立,为争夺天下混战不断 李渊刚建立唐朝时,还有窦剑德的夏国和王世冲的郑国同他三分天下 窦剑德为军人德,治下严明,深知民生疾苦,能体恤百姓 在夏国的统治范围内有很高的声誉 如果窦剑德在率军持援政国时,没有因兵败被俘 后被李渊所斩的话,李渊还没有资格成为一统天下的皇帝 插个题外话,关注小编,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订阅 好了,言归正传 在隋朝后期,隋阳帝不惜名利,搞各种各样的大工程建设 还发动群众远征,导致了社会上民不聊生,社会动荡 直接引发了全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当时的反随势力,渐渐成了三足鼎立的状态 李渊占据了关中,王世冲占据了河南 窦剑德占据了河北 众所周知,李渊是唐朝的开国皇帝 那就代表李渊的势力是最强的吗? 其实这三人的势力中,窦剑德的势力是最弱的 但窦剑德是最得民心的 因为窦剑德出生于世代务农的家庭 与普通百姓接触的机会是最多的 因此他懂百姓的想法,理解百姓的做法 知道百姓的难处 由于李渊出生于贵族家庭 又担任过地方官,多年来的仕途历练 让他很有政治抱负 在隋朝末期,天下大乱 各地方农民起义爆发 在众多的反随势力中 李渊脱颖而出 顺势从太原带兵攻入长安城 窦剑德家世代为农 他本身也是一个老实憨厚的农民 却因为当时繁重的摇曳 而被迫无奈卷入了农民起义当中 隋阳帝不懂体恤百姓 只顾着保住自己的皇位 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完全不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眼里 因此他不甘心为这样自私自利的皇帝卖命 他也加入了农民起义当中去 前面提到他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 把所有的积蓄给了他的朋友安葬父母 患难见真情 人在穷的时候 可以看清楚周围的人 有些人只可以同富贵 而不能共患难 而窦剑德是可以跟朋友共患难的 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在军队中 窦剑德跟士兵们同吃同住 他虽然没有像李渊那么优越的家庭背景 但是他为人重情医的性格 让很多人都愿意加入他的队伍 为他卖命 尽心尽力的去做好自己的份内事 因此 他是当时三大势力中 发展得最快的 他认为作为一名君主要有德性 以德服人 这样臣子才会心甘情愿的服从于自己的管理 虽然他家庭条件不好 但重信守诺 热心帮助乡邻 所以很得乡邻们的赞誉 他父亲去世时 有一千多人来参加葬礼 人后的他拒绝收受礼金 公元611年 山东发生了洪灾 百姓遭殃 生活无以为继 纷纷外出逃荒 而隋阳帝却在这个时候 做着征讨高沟黎的准备 朝廷到处强制征兵 窦建德的同乡孙安祖不愿入伍 被县令拒绝和处罚后 便杀了县令后 跑去投办了窦建德 颇有远见的窦建德 已经预料到了隋朝近施民心 天下很快就会发生动乱 窦建德招揽了几百名平民 劝说孙安祖带领这批人在高级泼落草为寇 等待起兵的时机 官府认定窦建德勾结盗匪准备造反 派人去抓捕他 窦建德虽然逃脱了 但他的亲人都被官府抓捕并杀害了 悲愤的窦建德带着自己的手下投奔了高士达 正是开始了自己的立业之路 窦建德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 能跟士兵们一样不怕吃苦 还会拿出自己的钱财接济贫苦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动来投奔窦建德的人越来越多 他的部队很快发展到了一万多人 这时候窦建德和他的队伍还把活动范围控制在高级泼一带 公元616年 郭荀率军征讨高士达 高士达自知不敌 将军权给了窦建德 窦建德师继打败了郭荀 大掌自己的声势 可惜的是 高士达在杨逸臣进攻平原县时骄傲轻敌 不仅搞得自己被斩杀 还致使自己的主力被击散 窦建德只得带着一百多人逃到了饶阳县 窦建德趁杨逸臣不注意 带手下回到了平原县的战场上 一边安葬自己的战友 一边召集逃散的士兵 逐渐让自己的队伍壮大了起来 与其他叛变的队伍不同 窦建德的军队抓到随朝的官吏和士绅后 不会杀他们 还会对他们以礼相待 窦建德的人意宽厚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 随朝的郡县官吏也愿意向他投降县城 公元617年的Gender Isle 窦建德在河间和月寿交界的地方举行了典礼 自称为常乐王 正式创建了自己的基业 别人称王之后 都是开始享受荣华富贵 而窦建德自奉圣洁 仍然吃炕燕菜 攻下城池所得的财富都分给了将士 自己分文不取 同时还不允许妻子穿私制的衣物 别人送上的嘉丽都被他遣散出宫 对待手下窦建德尽显仁义之举 对待百姓他更显示出了爱民之心 窦建德当时盘踞在河北一带 在管辖区内他劝客农丧 让老百姓安心生产 从来不加什么科捐杂税 他自己本身就是寒门出身 当然知道老百姓的不义之处 他的一系列人正知举身得民心 无论是百姓还是将士都投奔他而来 像他这样的实力想不强大多难 当时窦建德占据了河北 而王世冲则以河南为大本营 李渊父子则掌握了大半个中原 并且野心勃勃 大有一统天下之势 别说李渊势力强大 只怪人家出身太好 八驻国后代 关隆集团门阀中心人物 有着强大的家族势力靠山 并且还是太守出身 窦建德和人家比不了 如果窦建德没有一系列的人意 爱民之举 他早就在起义浪潮中被吞并了 而王世冲也是隋朝的官员 在朝中有一定的根基 窦建德与他相比 显然一个是正规军 一个是游击队 在军事实力上 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 以窦建德这样的草根出身 能够和王世冲抗衡 就是凭借着自己的人气与人脉 仗着自己是仁义之师 窦建德完全有实力 与王世冲比肩 所以他完全可以在中原分一杯羹 只是他过于正义的脾气秉性 没有把巧言令色的王世冲看在眼里 当王世冲球员时 他选择了与李世民硬碰硬的对抗 只是窦建德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低估了李世民的能力 在最后的角逐中 他兵败李世民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窦建德被李世民压到长安斩首 他死了之后 河北一带的百姓为他修建了夏王庙 每年都去拜祭 足见他民心之胜 如果窦建德不死的话 李渊就没资格称帝 论人心这一块 李渊远不如窦建德 只是李渊摊上了一个能文能武的好儿子 否则也不会有后来的李唐江山了 由于李世民锋芒太盛 所以窦建德在随末农民起义中 只能发展到与其抗衡的程度 想要吞并是不可能的 因为实力相差 过于悬殊 李世民同时抓了王世冲和窦建德 却放了王世冲 杀了窦建德 足见李世民非常忌惮窦窦建德在民间的声望 窦建德不死仍会东山再起 李世民后来篡位 上位之后秦正爱民 就是从窦建德那里体会到了其中的好处 一个寒门出身的子弟 竟然能够发展到与关隆集团门阀势力抗衡的地步 就是明星所向 所以李世民对于水能在周一能复周是深有体会的 为了赌注明不正 言不顺的上位舆论 他必须要赢在明星之上 毕竟家庭背景不一样 人与人之间眼光也不一样 简单来说 就是每个人的见识都不一样 前面也提到 李渊的出生于贵族家庭 父亲和祖父都是在朝廷中有职位的人 他又得到隋扬帝的器重 还当过次使 在这样的家庭成长 李渊比窦建德更了解朝廷的情况 再加上李渊当过次使 认识的官员比窦建德多 人际方面 李渊就很有优势 而窦建德只是出生于一个普通的世代物能的家庭 他所结识的大部分都是普通百姓 他虽然重情义 有着心怀天下的情怀 但对比于李渊 他少了点政治暴富 经验方面也比李渊少 以至于他听信了小人的谗言 最终被李渊杀害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 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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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